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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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用各种电子显微镜 各种差不多就说材料分析的工具都会用 这是我拍的一些就是我当时研究半导理生产的化学的 用试剂啊或者说纯净水啊它里边的杂志 所以我在研究的时候拍的这些照片 我觉得挺好玩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在我一直念到博士毕业的时候 在我们家小孩没有出生的时候 我觉得好像生活好像是顺风顺雨的啊 也没有觉得就是一个理工女的生活 所以说那时候我在清华的时候认识我现在的先生 他那时候学建筑 但是呢也是有点不务正业 然后跑圆明园画画 后来就跑到中央工艺美院念壁画系研究生 所以诗成袁运福先生 那时候有人跟我讲说不要加艺术家 我就想好像我们清华理工女养得起自己 所以艺术家穷点也没关系 但是到后来才明白好像还不是简单的穷的问题 这是我毕业以后的这个就有一点很就是有点好像过于的 我朋友嘲笑我说你是不是穿着那个华汉兵的鞋滑来滑去 所以我那个工作就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来换去 原因是因为我是搞高技术的 我老公的时候我先生的时候是搞他要搞艺术 所以我们俩很难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刚开始我找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做的这个研究 所以其实很顺利 我拿到过Texas Instrument 德州仪器 也在湾区拿到过工作 但是我当时选择了在亚里桑那的摩托罗拉 他想法就是说摩托罗拉生活费用低 所以艺术家不赚钱我们也能过日子 所以湾区不敢来湾区太贵了 但是等到我们在摩托罗拉在那儿安顿下来 他确实是可以不用工作 但是他说这边没有艺术氛围一定要去纽约 所以反正我们这些年就是差不多有十几年时间吧 我们就是搬来搬去搬来搬去 我们两人就是很难在一个地方安顿下来 很多时候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 所以生活确实是变得比较艰难 后来就是说他来到斯坦福 就是我们为了在一起 最终我基本上就变得好像我的事业变得一无所有 我知道我先生在来听着 所以我不能抱怨太多 只是说一句话就是这个二十来年吧 从我毕业到我现在去年我的小儿子上大学 我这二十多年来我觉得对我来说 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这个时间日子 这个挑战我觉得是生活首先是这种不安定 再一个就是说我自己的这种好像事业走向 不知何处去样的 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艺术好像对我的压迫很大 让我牺牲很多 但同时我在这个这种二十来年的日子里 我觉得艺术也给了我很多 让我变得很强大起来 所以我就想我说终究可能艺术的力量是最大的 因为他不但把我老公全部吸进去 也把我吸引过来了 这是我们家的 当然他们现在已经不是这么小 也没有这么可爱了 现在基本上是找不到人 这是我们一家 我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他就说我为什么迷上观看艺术 当然有很多很多的原因 但是我们理工女的思维就是说 我们还是要把它统计下来 我觉得第一条就是说 视觉的这种直接的震撼力和感染力 我小时候就是爱读书 但是随着我年龄变大 我发现阅读很累 而视觉的冲击力好像来得更直接 再一个就是说 他诉说的这个故事 等到我对艺术的了解越来越深的时候 我本来就是个故事控 那我觉得他说说的故事包罗万象 而且非常丰富 就是说你要对哪一个宗教去了解 你拿到他的神话历史 你都可以在艺术作品里看到 而且我觉得更加的活泼 更加的多元他的表达的方式 是否也更真实 因为不是那么容易灿感 另外我就是说 在我自己的这个认识 寻找和自己定位 在这个中年的这种 走向一种我觉得完全接受自己 在这个过程中间 艺术也帮了我很多 我们我就说 我知道大家都会有各自的体会 就是说视觉的这个感染力 我只能说我自己的一两个简单的例子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忘了大概几年前吧 可能是二零一几年的时候 我距离年代我忘了 当时我就看到 法国南部有一个岩洞 叫Sovet cave 他们当时就是说 发现它里边的这个壁画 就是这个岩画吧 这个 primitive 最早的三万多年前 看那个carbon dating 就是说同位数鉴定说是三万多年前 那我那时候就想我带着小孩 我也没法去 而且师父去也不可能 因为说排队也不知道排到什么时候 而且后来法国政府就决定 关闭它为了永久保存这个 这个岩画 所以他们在关闭之前 请那个Willer Herzog 就德国的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导演 就是拍了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就叫Cave Forgotten Dreams 就是说 那个失去的梦想自动 我看那个 我就赶紧的天天盯着看了这个 我觉得那种震撼 我自己说不清楚 这是我有时候对艺术很着迷的一点 就是说 我自认为我很爱读书 我老是要找到语言表达 但很多时候我找不到语言表达 我感觉到它这个 就是说我们人类那么早期 他们画出来的这些 就是说几笔啊 勾出来的这些动物如此的活泼 如此的就是有动感 有这个生命力 然后还有一种神秘感 就是说这个动物 他们究竟用来做什么呢 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 惠扬我突然就把我 就是那种好像近视眼那样 注视着我的生活 我生活里边点点滴滴 我的焦虑 孩子的这个那个 然后什么事情 我觉得好像一下就拉开了 所以这就是我认为 这些视觉有时候带来的我们的 带给我们的一些感觉 七月份的时候 我知道很多朋友 在观看那个彗星 我也假模假式的跑到那个 我先生的那个工作室边上的山上去看了看 但是我只有一个高 高低的望远镜 而且我实在是拿不稳啊 但是我觉得我到那 我突然发现我能看到流星 而且我看到那个 Saturn 是应该什么土星还是木星 哇感觉像个小 小Cookie一样的 然后你一下也是好像 就是说你观看这个的时候 你就觉得我们好像把我们放到一个 就是我不知道中文距离 就是说你把它放到这个 perspective放对了 就是你不再是超近的注视你的生活 你把它拉开距离以后 你会觉得有一种幽默感 还有一种放松的一种感觉 还有就是我去那个雅典的时候 当我们飞到那的时候很晚了 所以去酒店的那个路上 那个出租司机开着 我觉得好怪 两边都是那个 很多的墙上都是涂鸦 然后显得有一点点破败 酒店还不错 我们进去住下以后 我就说我好饿啊 后来那个酒店的人是说 你绕过这些小巷子 你可以找到一个集市 你可以吃点东西 我觉得好像心惊胆战的摸着走过去 但是在我一抬头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前边的建筑改变了风格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 是一个十世纪建的一个教堂 那我一下就很震惊 我就接着往前看 前边就是那个哈德良的图书馆 它的废墟 我再往上看的时候 我就看到了雅典卫城 那个就是说我那么疲惫 而且在这个当时有一点破败的街道上看过去 我觉得那时候雅典卫城 就真的像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城市 就是灼灼生灰 我就是真的很感叹 就是说两千多年前过去 他已经只剩一些残岩 淡壁一些废墟 但是他还是那么美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有更多的更多的 可以欣赏的 就是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跟别人分享的这些时刻 我只是说简单的讲一下 我一些感受里面的一部分 另外我就是讲到这个 就是说艺术带给我们的这个 对人类的历史的了解 我小的时候不喜欢念历史 实话说可能也归功于我们在中国的时候 历史教的实在是不是很有趣 所以然后像什么地理啊 我觉得太难记 所以我是对历史那时候觉得一无所知 但是随着年龄都变大 我发现历史非常有意思 而且我感觉到我要了解历史 我才能了解我现在的社会 和我现在我自己 我记得那个英国有一个艺术评论家 那个John Ruskin 约翰·纳斯金 他说过这样一句话 而且这个话后来被 就是英国BBC电台拍那个 文明史的时候一上来就被引用 他说大国将自己的自传写成三本书 它的作为 它的言语和它的艺术 除非我们阅读另外两本书 否则无法理解其中的任何一本 但是在这三本书中 唯一值得信赖的是最后一本 一个国家的丰功伟业可以因幸运而成就 他话语的强大力量可以是因为他的几个天才的孩子 但是他的艺术只能由其种族的共同天赋和同情性来呈现 我相信大家也不能说完全 就是说字面上来接受他所说的 但是我确实同意就是说 艺术的话 它可能是更真实的 因为他所留下的文物 留下的这些痕迹 它是在一个广泛的漫长的过程中间形成的 所以不是那么容易被修改 去年的时候我去洛阳 我的一个朋友 非常好大学的朋友招待我们 所以我去了以后我就觉得 我突然想起一个 这一句诗 若问古君心非事 请君子看洛阳城 到了那儿就觉得这个就是说的对 就是说你去看那些 就是说各种博物馆啊 那种各种遗迹啊 就这些东西它是带着历史的痕迹 你无法修改 我在博物馆的时候看到这样一个叫虚吧 还是许愿 就是说过去你盛放食物 所以它这里边的标记是这样说的 招博虎用作证文考 就是说招博虎就是招木工 他用来拿这个虚 祭祀他的父亲 那我知道招木工就是说 我们听的一句成语 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所以呢 那他是在周历旺时期对吧 所以我在我记忆中间 我觉得周朝 我就记得只有那时候披铃披孔的时候 会说带着发光颜的脑袋去见周公 但周朝跟我 我是觉得好像一个神话 周朝是什么 但是当我看到这个虚 这件文物在这里的时候 而我想象着 他曾经用这个 祭祀过他的父亲 而且这个成语 这一切好像 历史变得就可以触摸起来 这些故事对于我来说 就很容易串起来 所以我突然觉得 我变得就是对历史的话 用这些东西我来了解历史 我就比较容易 后来我养了一个习惯 我就是不管去哪里 我就是会去查找他的博物馆 查找各种东西 我很快我要把这个地方的历史搞清楚 前几年夏天 我有时候有机会 带我儿子去那个东边 那个Capecourt那边去做帆船比赛 所以每次他帆船比赛 他一走了我也看不见 我也不会说租个船 跟着他我也不会看 所以我就不管这个城市多么的小 我都要去找 我要把他的那一部分历史搞清楚 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然后说这个自我的寻找认知和定位 我就想 我是一个 用现在的话说我应该是一个ADHD 我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直到我后来两个小孩都在这里边挣扎 那我老公说我肯定不是ADHD 那我再去读一期书 我说我就是一个侧头侧尾的ADHD 那我觉得我是很难安定的一个人 所以我艺术慢慢让我就是说 能接近我自己 能跟我自己相处 能单独的 我现在我觉得我一个人 我可以待着那 我一点也不觉得烦闷或者忧郁 我总觉得可以找到很丰富的事情 跟我自己相处 这个艺术家叫Mark Roscoe 就是你们要是去Anderson Connection 或者说SF MoMA 很多地方你都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我每次去如果博物馆 我看到他有他的作品 我都会在前面坐一会儿 我就觉得我能在那里边 就是有一种想冥想一样的 很安静的坐下来 我也不知道这是一种什么力量 这幅画我不是在安利我老公 这是我先生的一幅 他原来的一幅油画 后来做成一个壁毯 因为这幅画挂在我家里 所以是我在那跳舞或者看电视 反正差不多是我一个人的房间 那我没事我就会坐在那个沙发上 尤其我一般是从这个侧面坐 那我从这个角看过去 有时候甚至是深夜里头 或者是我睡醒了 我不想再睡了 我就坐在那 一个人坐在那 我不管是 因为他那个上边是有天光的 有时候是月光 有时候是太阳的光线 我觉得我其实无法描述究竟是什么 我有时候也试图 但是我觉得我看到他 我就不太去思考 我想也许 这个 这一朵豹子感觉要掉下来一样的 好像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真实 但是我又知道 他是一个二维的一个试错觉 他的文字我无法阅读 我知道他在某年某个年代 某个过去的时间 某个过去的地点 然后他记载了很多发生在过去的事情 但好像这一切我也不小知道 我就经常能做的呢 做的非常安静的 我觉得我做半小时一小时 我一点问题也没有 也不知道是不是快进入老年痴呆的前兆 还有一种就是说 我随着年龄的变大 尤其在中年的时候 就是那时候我两个小孩 还没有上大学的时候 我觉得生活的压力挺大的 可是那时候我总是提醒我自己 我觉得我要把我的视线扩展开 我还是要去看自然 我要观察这个外边那么优美的一个自然 我就经常想起这幅画 这幅画是贝里尼的 就是说 他说The Ecstasy of St. Francis 他又叫Saint Francis 或者圣方格纪吧 就是中国人翻译成 在沙漠上 那他在一个洞里边苦修 他走出来的一刻 他突然被这个 就是他在他眼里 造物主造的这个自然是如此的美丽 所以这幅画总是让我记着 所以我走到外头的时候 我去爬山 我去什么 我总是要去观察 我觉得我们要享受生活 要快乐 而不是被我们眼前的一些东西 挡住视线 老是在那烦躁和忧虑 所以又回到我们 这个旅工科的一个本性 就是说 我想如果说我们要 就是对于我自己的感受 要把它总结一下的话 我首先我认为 视觉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感官之一 当然听觉也是 我跟 我有个朋友跟我讲 说我儿子要学钢琴 我都逼着来学 可是我不愿意听钢琴 我说为什么呢 我说 他说我听着没有意义 我听不懂 对吧 我说我也听不懂 但是我觉得你就 你就享受一下你这个 听觉能带给你的这种感受 不是很美吗 所以我在认为 我们所有的感官 其实我们都要打开 我们不要只是逻辑的思考 其实就是说 不管你什么样的信仰 我觉得我们的身体赐给了我们 就是说这么多的这种感受的方式 就像你愿意去拥抱一个你爱的人 你的朋友也好 你会觉得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无法描述 但是你就会很快乐很开心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视觉是一个 就是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感官 我们不应该就是 只把它用来做很简单的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可以做 给我印象很深的是 我有一个朋友 当年因为某一场运动 他被关起来了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 他被放出来 放出来 然后我们俩就是这么闲聊一样的 然后他跟我讲 他就说出来那一刻 最强烈的感受是色彩 他说我突然意识到色彩的存在 而且色彩这么美 我真的是觉得很震撼 他不是一个艺术家 但是他在色彩被剥夺了的时候 突然再看到色彩 他能感觉到色彩那么美 所以我想我们不用等到被剥夺 那一刻才意识到这一点 还有就是我们 我原来就是理工科的思维 我们总是在逻辑里面想 然后我们的这个思考能力超强 其实我们忽略一个很重要的一部分 就是我们人的这个下意识的那个部分 我有一次跟一个心理学家交谈 斯坦福的一个教授 我跟他谈 他就突然跟我说了一句很莫名其妙的话 我们都在 他说 那你知不知道 他说有人的理论是说 5%才是我们的意识 95%是在潜意识 所以那我想潜意识 我是认为 我们感官很多东西是直接作用于我们的潜意识 另外我觉得视觉艺术相对于我们就是所从事的这个工程啊 技术方面 他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 他提供给我们就是了解自己了解整个人类 了解世界一些这个资源和途径 他的创新性非常强 很多人说我们在硅谷 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创新性啊 那还真有一些不同啊 因为我们的技术创新像我们的产品 我们是不在乎 如果我能把一个产品的功能实现 我不在乎这个技术是曾经 如果我能偷盗技术 咱们说一句开玩笑的话 那是最好的对不对 那艺术是不是这样的 艺术从来就是说 你做过我就不想做了 有一次我一个朋友突然问我 他说你先生做这些画 他需要去申请专利吗 我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艺术家申请专利 那为什么那人家要去做了 我说好像我也没有听说过有这个问题 是否好像艺术家都自动的避开 如果你做过 是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艺术家 如果他真的想走到最前 他可能会跟过去的艺术家有些对话 但他绝对不能说 我在复制你的东西 然后他的多元性 不管是同时代不同时代 他的这个手段 他这种活泼和多元 非常非常有意思 另外就是他的开放性 我们做工程的 我们做科学的 我们习惯了 你一定要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但是艺术没有一个正确的答案 你看一件作品 你随你怎么理解 没有对错 不能说我的理解是错的 我在实话说 虽说我先生是学艺术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二十多年的这个挣扎里边 我感觉其实呢 很多时候他是完全被艺术吸引过去 那我带着孩子 我觉得我确实抓住一切机会 能去吸收我能吸收的营养 我对宗教的这个我的信仰很多探讨 和我在艺术上的去接近 那我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接近 因为我不是艺术家 我也不是艺术史家 我没有这些包袱 我去接受接近艺术 我只是想 我只是用它来看我们人类的历史 看我们人类的这个 就是说艺术家 他们在过去的时候 他们怎么观察这个世界 他们怎么探索他们的信仰 他们的人生 怎么面对他们的痛苦 他们的胶着 所以那我从理工科的背景出发 我觉得我也有很多的小误区 所以我现在把这些说出来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意义 大家就用没有什么帮助就扔掉 我知道这张slide7点 你们也不用记 因为我还会每一个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第一个我觉得就是说艺术品的理解 就说没有对错 只要你去接近它 你就会得到一些东西 就像我讲的 如果说你想去感受大海 你首先是走进大海 如果你走进海边 哪怕你说 我不想把我的脚打湿 我不想踩那个沙子 那你至少会闻到大海的气息 你会听到这个海淘的声音 如果你去海滩上奔走 你会踩到沙子里面 你会感觉到它是潮湿的 还是干燥的 然后如果你走到水边 你会跟那些浪花在那细细 如果你更有本事 你可以去游泳 你可以冲浪 你还可以去航海 所以我觉得你有完全不同的这种 享受大海的这个方式 但是你永远可以享受 你不可以说 这个艺术太难了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享受到 永远都是可以的 另外我觉得就是说 你不要问它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问它是什么意思 好像你不能得到这个意思 你就会觉得 我怎么不知道这个什么意思 然后就会有一种很沮丧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要放下 我们的理工科的思维 不是所有的东西 都是在告诉你什么意思 那百合开花 它也没有什么意思 我觉得有一个人说过 其实最美的东西是最无用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第一点 就是说不要害怕 不要拒绝 另外一种有些人的想法 就是说这都是阳春白雪 假装高雅的东西 跟我没有关系 我觉得真的不是 它确实可以给你生活里面 带来很多真实的 尤其是 让你的内心变得强大 因为它这里边有很多 我们人类走过来的痕迹 我也不太记得 是不是杜尚说的 反正是有一个艺术家说过 一件艺术品在观者那里得到完整 所以就是说 你可以很骄傲的讲 这件艺术品其实还没有完成 直到我看到它为止 我再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说大概从19世纪开始吧 西方就是说他们的自由主义教育 随着启蒙运动 文艺复兴以后 他们的教育理念 这个理念里边就有一点 他们认为 如果让人民更多的接触艺术 那他们会生活的更好 他们可能会成为更好的公民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西方的国家他们有很多的公共艺术收藏 他们会建立博物馆 西方国家其实确实提供了很多方便的 可以接触艺术 你可以当时我们在中国要看一幅名画 你觉得那只是在书本里头 但是你来到西方 你真的是完全就可以直接走进去 你可以看到原画原作 所以我是鼓励大家 其实说实话他们有些博物馆 很多时候连票价基本上都不要钱 然后有时候的那个会员费也低得不得了 就是我们在硅谷的相对来说 不像在纽约或者不像在欧洲啊 不像在华盛顿有那么多的博物馆 但是我们也还是有很多 我们有德阳博物馆 我们有旧金山当代 有我们的亚洲博物馆 旧金山也有 洛杉矶 圣河西也有圣河西博物馆 哪怕帕拉阿托也有我们的帕拉阿托 Art Center 而且咱们不好意思提 我们以后这个Qualia Contemporary Art 我们也欢迎大家来观看 所以就是说鼓励大家去接触艺术 这个就是我看到的 很多时候我去看展览的时候 就看到那些小孩 我就真的是非常开心 而且我认为他们的教育方式是对的 我有些朋友跟我讲 他说我们带小孩去看 他们就发誓以后再也不进去了 我说你肯定是逼着他 要把每一个东西都看明白 可是我看那个西方 他们带着小孩进去的时候 有一次是那个Jasper Jones 在洛杉矶做一个展览 然后我看见一个就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 带了一群小萝卜头 我感觉他们也就三四岁 所以我的好奇心就大发 我就说我看你怎么跟这些 这么小的小孩讲这个Jasper Jones 后来我就我真的是 觉得他们非常非常聪明 那个在有一个厅里 他的Jasper Jones的几幅画里边 就是说都出现了一个原型的这个 一个图案就在这里了 他就跟那小朋友讲 他说这位艺术家呢 他的工作室里边 这个桌子上 他经常放了一个咖啡杯 那咖啡杯就留下一个原型的痕迹 他的当然不只是因为 他要把这咖啡杯的痕迹弄上去 他有各种创作的其他的想法 但是他就把这些 这个原型的痕迹 就放在画的不同的地方 他说小朋友们 你们去找一找 看看每幅画都在哪里 那小朋友都跟小麻雀 样的开心得不得了 每一个人都去找 然后就很开心的看完了就走了 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说 如果我能像他们那样 我就想 我就从找原型开始 我肯定可以欣赏艺术 当然现在我们好多朋友说 我们现在年龄大了呀 我们还能像小孩子那样回去吗 我觉得当然可以 首先我们可以像小孩子一样回去 而且我们可以让我们的下代回去 或者说 或者我们会让我们的孙辈去到博物馆里头 如果他们从小观看 他们到了青少年 他们还会观看 然后到了这一刻 像这个老人一样 他也还是可以在这观看 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们从小习惯于看一个具象的东西 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画的越像的 越具象的 我们就觉得哇这个很好 这个我很喜欢 但等到我去到博物馆里 我发现很多时候 我还找不到真是很具象 我看着技巧也很好 像我日常生活里面的东西 很多是扭曲的变形的 那我就充满好奇 我就去想为什么 所以呢 我们就是看一下 这个是丢 对不起啊 这是丢娜的画的这个兔子 丢娜是一个15世纪的艺术家 我去年去那个维也纳的时候 在博物馆里 刚好碰上一个他的大展 我觉得是开心的不得了 弄得我就在里面看了看了 看到最后饿的觉得 我要滴血糖要昏过去了 但是又想着 我要是跑出去吃顿饭 回来是不是就关了 所以一直在来坚持的吃 最后我把我先生送出去 给我买一个那个吧回来接着吃 所以我拍到这张照片 我很开心 为什么呢 我老是只能在艺术史上看到这个兔子 为什么他在艺术史上这么长出现呢 因为艺术史上就是说 这个画的多么的细致啊 它的兔子的每一个毛 你都感觉到能处模样的 但是当时我在看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明白它的这个操裙的技巧是有意义的 因为那个时候科学刚新起 很多时候他们已经在对动物进行研究啊 对植物研究啊 植物学的分类啊 他画了很多的植物花卉啊这些东西 所以我就认为了 那个时候我们确实是看见这个 我们会觉得很震惊 但是现在我们有摄像机 你觉得你还需要画一只每一个毛都清清楚楚的兔子给你吗 而且画是回来就是说 在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工艺 我们不需要那么就是说高超的写实的技巧 照样能带给你艺术的感受 这是那个希腊的一个陶冠啊 你看这个兔子 这是这个好像朋友送给另外一个朋友一只兔子 这个兔子就几根线出来 但还是非常可爱啊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只要我们放下一个观念 不要说认为 我们就是要看写实的东西 而不写实的东西 我看这里不对劲啊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艺术很关键的一点就是 你要放下你一些预设的一些观念 这位艺术家就是 如果大家稍微查一下的话 或者艺术稍微有点关注的话 就叫Jeff Kuns 就相当于美国的这个艺术界的popstar一样的 首先呢 他的这个价位之高 然后他的东西就是说简单 这也是一只兔子 那这个兔子不但说不是每一根毛 就一根毛也没有 但你看见这个兔子 你会想到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玩具 对不对 所以他经常把这个就是通俗文化里边的这些玩具啊 像什么Teddy Bear 那个小熊啊 或者是Ginger Man 全部把它做到巨大 像这个像Molumento的那种 纪念碑一样的这个尺寸 所以我觉得他他在像你一种观念上 就是说想像你沟通的是说 这个通俗文化和这个高雅的文化的这个界限 他要把它好像穿透 那他并没有给你一个答案 他只是给你一个描述或者说一个问题 答案 其实艺术家觉得对于社会对于人生很多时候是没有答案的 但是他愿意提出这个问题 Homa 548 对不起 这是一位德国艺术家 他呢就直接把那个Duna拿出来开散 他说好Duna你不是画的很像吗 你的兔子 那我把你的兔子放大 然后我用塑料做出来对吧 这边是一个放大了一个巨大的这个Duna的兔子 到了这边呢 可能没那么大但是也不小 然后他给你做的无穷多 把这个广场上摆满了 这个我想呢就是说 我没有仔细去研究这个艺术家 那我当时一看我就想到 这个跟我们的这种现在的这种 mass production 这种批量生产这种文化 它是非常贴切的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艺术家很多时候 有的艺术家他是有技巧 他说我用技巧有什么用 我是活在当代 我要发出当代的声音 我要跟当代相连 第三条就是说 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很容易喜欢一件艺术品 如果这个艺术品呈现的这个对象 是美的 一个很漂亮的行李 一个飞起来的行李 或者是说一个很漂亮的少女坐在来 或者一朵玫瑰花或者是夕阳西下 然后我们就觉得很好 如果你给我画一个泡泡烂烂的东西 我就觉得看着都不舒服 所以就是说我不喜欢 其实我们要明白一点 艺术品它不是用来取悦于你的 它是要挑战你 它是要让你去思考 它其实是要把一些很大的 就是说我们人生 我们作为人的一些问题 摆在你眼前 要你去思考 它有时候有答案 有它自己的想法 有时候它没有想法 它就说 我就给你看 就是这么回事 你自己去想吧 这位艺术家 这位叫德明赫斯特 这是一个90年代突然生明确起的一个艺术家 一个英国艺术家 如果你们去查的话 那他应该是现在世界上最富有的艺术家 我认为他已经远超过以前的比加索 所有的这些人 我不是说对他的所有的作品都 就是说他是一个非常 有很多的争议的一个人物 但是我认为他有的艺术品还是很有力量的 比方这件艺术品 他是故人去打了一个虎鲨 就是一条鲨鱼 然后这个鲨鱼死了以后 他把它泡在一个福尔玛林里头 然后把它固定在那里面 在一个很简洁的这种非常工业 现代工业的一个框子里面 把它装在那里头 然后他这个作品的名字叫 The Physical Impossibility of Death In the Mind of Someone Living 我们中国有些把它翻译成 生者对于死者的无动于衷 我认为这个翻译是错的 它其实要说明的是说 在生者的脑子里边 在我们的脑海里边 我们无法想象死亡 我觉得这个是对的 其实我们对于人类来说 因为我们人类的人性的特点就是说 我们是我们有mortality 我们是必死的 我们不能永生 所以死亡就像悬在我们头上的一个 一个终究要落下来的箭 人类这么多年 我们整个人类的历史 我想都在面对死亡这件事情 宗教也是对死亡的一个 就是说一种面对的方法 对吧 我们会谈论就是说 永生啊 谈论我们灵魂的得救啊 或者说谈论轮回啊 谈论再重生啊 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我们面对死亡的一种方法 我们谈论的方法 所以他在这边说 生者无法想象死亡 我觉得这几年我就有特别特别深刻的 体会 因为我有几个很亲近的朋友 他们得癌症去死了 其实我那时候很担心 总是觉得他们要离开我了 但是我每次去看他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不可能啊 我就跟他说说话 我觉得哪怕他的身体在筛弱 可是他是一个很鲜活的个体在这 他怎么能离开呢 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也是无法想象 就是说我们只能接受活着 和过去了的死亡的这个状态 我无法想象这个过度的这个过程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件艺术品 它其实真的是很要你思考的一个 但我知道有很多人说 那这个不就是一个哲学吗 那为什么就是叫艺术了 叫艺术博物馆 为什么我们不办一个哲学博物馆呢 我想也是可能的啊 就是说艺术家现在认为我们很多的 就是说手段都可以用 视觉的或者说我们从脑子里 换进你的这种观看的这种 也是可以的 还有当然他有很多多重的 这个艺术家他一直致力于就是说 他总是在用各种不同的方法 让你来思考死亡 他比方说把那个骷髅啊 贴上无数的钻石 当然他很有钱他贴得起啊 所以这也是 就是说他总是在哪儿探索 这里边还有 当然还有很多不同层次的这种意义 就是我自己想象的 就是说我们一谈到鲨鱼 我们都会有一种恐惧感 对不对 尤其是你们看过大白鲨 对不对 那个电影里边 那个大招一下咬过来的时候 我们心里是很成恐惧的 但是只磕了这个鲨鱼是死的 就像在自然博物馆里边一样 对吧 所以那你现在能面对你的恐惧吗 还有就是说 我们到博物馆去看这个的时候 和看这个 又有什么区别了 这位科学家 这位艺术家很喜欢把科学啊 医学啊 很多东西都搅到一起来 然后从视觉上来说 其实这个确实是很美的 这种简洁 你看这种框 这个鲨鱼 这个整个就是在这里边 如果你去观察他这个简单的一个简影 当然他也可以画画 这是他画的一幅画 我最近在Christy 我经常会去观看一些拍卖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我知道拍卖的作品呢 很有可能我就看不到了 一旦私人收藏了 博物馆里面就看不到 所以我经常会去关注 然后我去看一些图片 所以这是他最近在那个Christy拍卖的一幅画 他叫Midas Void 因为他用的底是金 Midas Midas 大家大概都知道这个故事 就是说他碰什么就变成金的这个 一个希腊故事 然后这个 所以呢 这也有一层这个隐喻里面 就是说本来这个蝴蝶是有生命的 那他一碰到就变成金了 但是他也失去了生命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 这个蝴蝶是活着的 就是说是真正的蝴蝶 不是画出来的蝴蝶 他本人养很多蝴蝶 然后把这个蝴蝶 在死亡以后把它交在这个画面上 所以那这也是一种 就是说蝴蝶在我们的这个 就是说一些寓意里面是一种重生啊 这个we birth 对吧 既然谈到死亡 那我就看看就是说 在艺术史上我比较喜欢的 就是说这个是Ophelia The death of Ophelia 这个是那个哈姆雷特 就是莎士比亚戏剧里面的 这个女主人公 Ophelia 她发现就是王子把她的父亲刺杀 父亲就是说误杀她的父亲吧 她的那种悲哀 所以最后就是说 那个里边是说女王说 她踩着那个一个柳树枝 柳树枝折断了 她就掉下去了 就淹死了 但是到后来这个就是说 在那个坟地里边他们讲到过 就是他们那个时候的宗教 就是说不接受她 因为认为她肯定是自杀 因为那个水特别浅 所以这个是John Everett Millets 我是比较喜欢这个 大家一看就想到这个是 19世纪的那种 有点就是浪漫主义的那种风格 对吧 下边这个 这个你看是同一个时期 他们都是18多少年 但是这是那个Delaclora 他的风格就不一样 大家知道Delaclora的画风 所以她这里边你看她的动感就更多 我是想个人你是可以选择 你更喜欢哪一个 我觉得Delaclora我也很尊敬她 但是说如果说要我挑的话 我个人是更喜欢这一副 就是跟我自己的这个性格 我的个性 下边我要说一件作品 这也是就是说 她这个她所表述的东西 这是什么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时候 如果你走进博物馆 你第一眼看到这个 这不是一堆糖吗 然后这些小孩还在拿这个糖吃 那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艺术品 对吧 然后你走过去看他的标签呢 那他的标签会说 这个艺术家是Felix Gonzalez Torres 这个艺术作品的名称叫Untitled 无题 但是他里头说了一下Portrait of Ross in LA 就是说 罗斯在就是LA的罗斯的肖像 那就是说如果你再了解一下的话 Ross就是这个艺术家的男朋友 他得了艾滋病 后来他就去世了 所以去世以后 他后来他自己本人不久 大概不到 我觉得不到十年好像也去世了 但他的这个男朋友去世以后 他一直非常悲哀 他做很多的这个作品 所以他画的这个就是说肖像 在我们的想象中间肖像嘛 那就是你大不了就是说一个头像 或者说上半身 总不至于说连人眼都看不到 而是成为肖像 但是我知道他这个作品 确实在有 就是说整个车展的肖像 画展里面展出过 因为为什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画下一个人的肖像 我们是为了记住这个人 我们是想要人家看到 那他呢 他当时为什么用这个糖果 这个糖果是一共175磅 因为那个他的男友得病了 去看医生的时候 医生那个时候医生就说 你的理想的体重是175磅 所以他就记住他这点 后来这个疾病的折磨 当然他的生理消瘦啊 最后离开 所以他就一直想纪念他 他就记住了这个理想的体重是175磅 他就放了每次他会放175磅糖在这里 然后你参观的人可以拿这个糖吃 然后每个清城博物馆会称这个重量 又把它重新加到175磅 那在这个就是说在这种interaction 在这个交流里面 他想表达的意思了 我觉得当你拿着一颗糖果吃 你看见这个颜色彩是美的 你看见白啊蓝啊红啊 然后你吃的这个糖果是甜的 所以就是我们人会意识到爱情是美好的 是甜蜜的 但他也是同时是短暂的 意识的 然后还有一层我觉得就是说 他这种每天重新把它注入 其实也是在描述我们人类 我们人类都是 我们不是永恒的 但是我们的精神总是在抗拒 总是在希望永恒 所以他这个每天早晨把它变成175磅 也就像我们人类总是努力的 就是说我们要记住我们所爱的 我们要把这个爱情 我们要永远的好像记在我们心里 所以我认为其实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艺术品 如果你不固守你的观念 一定要看到肖像就是画在画铺上的一个人脸的话 另外我觉得就是说 我刚开始也是非常糊涂 但是长期我这个观察 有时候我也会去读一些书 去上一些课 其实艺术的语言也是一直在发展 就像我们的物理一样 我们有牛顿力学 我们有量子力学 我们有相对论 其实艺术也是一直在发展 只是说它的没有那么艰深 和那么的就是说严谨 这个话里就很宽了 所以我只能说 就我挑我的这个感受里面 几个简单的例子跟大家讲一下 我去那个维也纳的时候 在一个博物馆里看到了一个很好的展览 这个展览 这个展览 这个艺术叫 他是一个25岁就去世道的艺术家 所以其实他没有 至少至今为止 他并没有进到艺术史上去 但是他现在的地位确实在 就是人们在重新发现他 就是重新认识到 他真的是一个天才 但是可惜就是说 他人生突然出现一切 不幸的事情 然后他就自杀离开了这个世界 所以我在那的时候看到他这个个展 这是他1908年 他是25岁 这是大概是早期 08年的早期 他画的这个自己的自画像 就是说他其实那个时候 还受后音像派呀 一些音像典彩呀 所以这里边还有一些这个痕迹在里 但是呢 你就感觉到 他这里边有一些 就是说这种情绪上 好像有一点神经质的 这些成分已经在那里头 他的笑 虽说他说他描绘的是自画像 是笑 但是这个笑不是那种 让你觉得特别自在的 特别放松的那种 我们可以看看这两幅画的这种 就是说感觉到有一些相关的 这个元素在里头 那下边他就开始跳了 这个是他画的 薰伯格一家人 薰伯格是一个什么人呢 是如果大家学音乐的 或者说有学音乐的 或者你去查一下 他在音乐史上是一个 比较重要的人 他那种无调性啊这些 就是说 而且这个家伙还真是蛮有才的 他的 我们在那看 我看有些博物馆里面 很多 我还看到他的画作 所以他当时呢 就是在Richard Grasso 还是一个大学生 25岁年轻人的时候 他已经很有地位了 但他是一个 蛮有眼力的人 所以他很喜欢Richard Grasso 他觉得他很有才气 所以他夏天的时候就邀请他 还有很多其他的朋友 到他们的夏天的避暑的地方去住去玩 所以呢 他就画了他们一家的这个肖像 当然这个后来也就成了这个悲剧的起源 因为他呢 后来就跟这个薰伯格的老婆 发生婚外情 那他老婆先跟着他跑了 后来又回去了 那薰伯格自然是不高兴 所以就用他的影响力 可能就是有点压迫他 使他就有一点点 就是好像没有前途了 人就说都不太理他了 所以就导致他 就是说过早的 夺走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看这个时候 这是1908年 说实话抽象就是说 二十几初开始走向 抽象 但是他确实是非常早的 而且到这个 这是他画的那些 就在他们家的其他的客人 这个就更厉害了 就是说你感觉到这个笔触是扭动的 已经不是那种清晰的 因为早期的这个油画 尽量让你看不到笔触 就让你看到像是真实的 这个时候我说实话 我要感谢我先生 我原来去看画的话 我就看要画的这个人 画的这个什么 他老要我说 你去看那个笔触 你去看那个色彩 你要把它就是说 你要想到这是一个二维的 这是一个视觉的 一个illusion 你要看它 就是说 你要看它的这个构图 看的东西 像我那时候看那个 进屋的葡萄 那个哇亮亮的真好 后来我才明白 哇那个亮光就是 它上面点的那一点 白的这个油彩 所以我感觉就是说 你慢慢学会 解构它的这个图形的话 所以那个时候 那你就对这个 理解这个抽象 就觉得很容易 那我就把笔触画的 更明显一点嘛 这个 所以这是他 到他 就是后来晚一点 他就自杀 就离开了 所以很多人就说 如果他没有过早的 夺走他的生命的话 那这个抽象表现 是不是在美国呢 还是他就已经在维也纳 就起来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去猜测 没有发生的事情 历史就是历史 对吧 但我想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 到了50年代 这个就是美国的抽象表现 那是如日中天 对吧 这个艺术家叫 威廉德库林 他的 这个扭曲的这种笔触 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他们之间 就有一些联系在里头 当然你可以看到一些不同 我觉得 我从这里边 我可以看到 比加索的这个立体 的这种 这种影响在 也看到 马蒂斯的那种线条 这些东西在里头 所以就是说艺术 他的艺术语言 它是有相承的地方 就是艺术家总是 他们有很多的这种 叛逆 或者说 成绩 各种 在这里边 都在作用量的 这位艺术家就是 叫苏丁 苏丁我是很喜欢他 因为我觉得他这个 怎么说呢 就是说他对他的这种 表达 其实很极致的 他没有走 20世纪 就是说20世纪初的那种 大家的这个 潮流都是走向抽象的时候 他没有 他还是在画具象的画 但是 我猜 有些朋友会讲 我天我宁愿他画抽象的 这个已经拧成这样子了 对吧 其实 你要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拧成这样子 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个房子的这个尖顶 绝对不是像一个帽子一样 戴着像风吹的那个帽子一样的 对吧 房屋也不像风吹的那么凝 房屋是固体的 这些树简直就像一团一团的云一样的 那你看到了你会做和响 我觉得他其实是向你呈现 作为人的个理 或者说艺术家本身 他内心的躁动不安 他本身他是在 在俄国长大的 就是说犹太人 对他的生活 所以他在 后来他在巴黎 然后跟摩迪里安尼啊这些 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这种心态 使他们找到表达自己的语言 所以我们想一想 就是说是一幅画的非常具象的 非常真实的一个风景画 带给你更多的感受 还是一幅这么扭曲的画 带给你更多的感受 我认为应该是这一幅 对不对 当然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以前的大师画的那些画 都是那么平静啊 那个自然的景色 他们为什么不扭曲了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人类 这个社会的这个发展啊 我们从这个几个世纪走下来 我们社会确实变了对吧 我们首先我们人变得 更加的自我 我们在以前的人 我们是向上的 我们是 我们是 去崇拜自然 崇拜神 我们 没有那么的 就是说把自己的地位 提到那么高 那自从文艺复兴和 启蒙运动 我们突然觉得 我 我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那艺术家也一样 他们更多的在表达 他们自己的感受 你看这是他 他画风景 他也画肖像 他还画镜物 如果你去看他的镜物 那更加的就是 完全不像那个古典的镜物 这个 确实不像我们想象到 我们有朋友肯定会想 你要是给我画这么个肖像 我肯定不敢挂出来 我肯定就把它反正挂了 对吧 那他为什么不是画一个 像瓷娃娃一样 一个美丽的少女呢 他要画这样 因为他觉得那个没有意义 谁都能做出来 他要画的是一个 就是一个女性 她内心的 她感受到这种 外界的这个压迫 用这种色彩 这种黑色的 这种扭曲的 然后你看她的手指的 那种方位 她的整个人有一种 一种紧张 和一种不安 一种躁动在里头 对不对 这个艺术家 我之所以来讲一下他 这是一个我非常非常喜欢的艺术家 但我从来也不认为 我完全理解他 因为我觉得他真的是很高深 这是一个德国艺术家 叫Ansem Kieffer 我把他这一幅画拿出来 这幅画在那个 洛杉矶的Broad Museum 大家要去了 也许有时候能找得到 他的这个画的这个名字 就叫纽伦堡 这位艺术家 他就是说 二战以后的德国 其实是战后的这个 沧桑是非常非常重的 就是说不管你说 他是作为侵略国 但是作为德国人民 他们是一种非常深重的 这个沧桑感 那纽伦堡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就是说首先纽伦堡他在文化上 德国的文化上 他也是很重要的一个位置 接着呢那时候 希特勒就是说 他那个时候 纳粹啊 经常在纽伦堡 弄很大的这个 这种 这种聚会啊 这种 所以在远处在这个地方 你还可以看到 这个德语写的 实际上他的意思就是说 Festal Ground 就是他们在那里面 也经常这种 举行这种 就是纳粹的这种聚会啊 狂欢啊 就是说先是效忠啊 这种活动一样的 然后这边呢 他认为就是说 他的这种沉重的这种 对历史对宗教的反思 德国是一个就是说 宗教家呀 哲学家呀 都是辈出的一个地方 他们的思考总是很沉重的 所以他认为 简单的油彩和帆布 已经不能表达 他所想表达的东西 所以他会 拿很多其他的材料放上去 比方像这儿 很多的稻草 然后还有可能像一种 烧焦的东西啊 这个还不是说 放的最多的 他在那个Fort Worth 一个博物馆里面 他放的那个东西 让我左右在那儿担心 这幅画怎么挂得住 因为恨不得 石头都上去了 然后他有的话 甚至把那个 那个飞机的螺旋桨啊 像一个武器一样的 都直接贴上去了 所以他是非常非常有震撼力的 他在这个 这幅画里面就是说 他想表输的是 这样一个这个地方 因为柳能堡后来呢 二战之后 这个战犯审判也在那里 所以他就是说 我把这个柳能堡 用这种意向呈现给你 让你去思考 思考他的历史 思考很多很多的东西 但是他没有明确的答案 他是一个开放式的 等待你来完成这幅作品 我之所以提到这个 这个艺术家 是因为他 我们这个画囊 我这次展出的里边 我们有一位艺术家 叫尚阳 尚阳是来自中国的一位艺术家 我觉得是一位非常 让人真敬的艺术家 他是12年出生的吧 所以已经现在快80岁了 他是一个 他可能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 当过院长 他就是说 他在体制里面 就是说 也是很受人真敬的 但是我觉得 他没有受那些东西判注 他一直还是很前沿的 他总是说 他要忘掉他的一些 就是说他的记忆 他画过一幅画叫 《黄河船夫》 《黄河船夫》 是德国讲的 但是后来他说 他有一段时间 他就是想忘掉这个 他忘掉他的这个写实的能力 所以他后来走向抽象 这一幅作品叫《坏书文学》 它有一系列的坏书 坏书逻辑 坏书历史 这个是坏书历史 那他想陈述什么呢 我看他自己的谈话里面 他有讲到 他觉得这些年来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环境 都在变得很糟糕 所以他觉得 他必须用一些比较 就是说不简单 只是颜料 他能描绘出来 他也不能用具象的东西 所以他要用一些抽象的 然后他要用一些 这个不同的综合材料 来表达这些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没有一个完全具体的解说 但是你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说我们要了解艺术的话 其实有时候当做偶尔 我有时候会放一本书 偶尔翻几页 翻几页 放在长头 或者放在沙发边上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 对我们了解艺术是有帮助的 就是说 艺术史它的历史是非常漫长的 很多时候 它真的就直接跟历史对话 其实我们 我觉得从来都是如此 如果你去读我们中国的文学 很多文学作品里面 然后你要去读《红楼梦》 《红楼梦》里很多的诗歌里面 都是引用过去的东西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一幅画是前苏联的两位艺术家 叫Koma 曼拉米 他们俩后来来到美国 而且他们总是形成一个组 他们俩永远是在一起做作品 我现在不知道 我最近好像没有看见他们 是不是说他们不再合作了 反正以前他们合作很有意思的 所以这一幅画叫什么 它说The origin of the social realism 就是说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 大家大概知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我们应该听说过 因为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是达到最高峰 而且它通过苏联传到中国 我们中国就是早期的这个学院派 基本上都是受它影响的 那它用了这个 The origin of social realism 就是说社会现实主义的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起源 而且它画了一个系列 一个系列都叫怀旧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那我们来就是说 从视觉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这个首先这个不仅好像感觉 有一点像那个罗马的这种 大柱子大厅 然后呢 这个用光啊 这边有光啊 这个帘子掉的 好像都有一种 就是这个 classic 经典的那种 那个成分在里头 然后呢 这个 我们假设 如果你看到这个 我们就想 哇 这个它的衣着啊 它的这个法式 我们想想 也许是一位女神 或者说一位 希腊罗马的一位少女 就是说我们不得而知 对吧 她在做什么呢 她把这个 斯大林的这个 下巴稍微拖起来 然后好像在光的影里边 在勾勒她的这个 这个头型 那这是什么 如果说你看过这幅画 你就 立即就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你就会知道她暗指的什么 这幅画是18世纪的一个艺术 叫Joseph Wright 他画的 当然这个故事更早 是在希腊时期就有这个故事 他就是说 希腊 哥林多 Corentzen 哥林多有一位少女 这个少女呢 她有一个心爱的少年 但是这位少年要离开她了 她究竟是去战场 还是说 因为什么原因离开她 我不得而知 只是说她要离开她 那她就很伤心 她的父亲呢 是一个做淘气的 后来她的父亲就说 你把她的身影勾画下来吧 所以呢 在这个画面里边 就是说这个少女 等这个少年睡着了 就拿这个 whatever 探条或者什么之类的 或者说 把她的这个剪影勾纳下来 对吧 这是一幅很经典的画 所以你看 光应该是躲在这个帘子 后面打过来 然后 因为这幅画是什么呢 是一个做淘气的人 让这个Joseph Wright 就是commission的让她画的 所以呢 她是跟这个淘气相关 跟制淘有关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切入点 那当她把这个剪影画下来以后 她的父亲呢 就把那个淘土的 就填到那个 那个outline 那个线条里边 然后把它烧制出来 所以最后就给了这个女孩 这个少年的浮雕 所以呢 后来呢 到了18世纪 是个浪漫主义时期 人家就说 把这个称为是我们绘画的起源 这当然不是绘画的起源 我们也知道 我们三万年前 我们就有人 就我们的祖先就在那里画 他他为什么要说称这个为绘画的起源呢 他其实是一种 就是说一种比喻性的 一种象征性的 就是说 我们这个绘画 其实是 我们人类 对于我们美好的记忆的一种不舍 我们要留下这个记忆 我们要留下我们所爱的人 所以我们把它画下来 所以他称这个 the origin绘画的起源 那我们再回来看这个 所以你就明白了 就是说从这个故事而来 但是呢 你们知道 这位少女大概并不是爱上斯大林 想把她好像保存在记忆里头 对吧 可能恰恰相反是斯大林想让人民 让无数的少女好像永远铭记她 然后还有一种呢 其实也在暗讽 就是说 我们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其实是要求艺术为政治服务 对吧 然后还有很搞笑的 你可以清楚的看出来 那个少女他勾画的是这个整个少年的轮廓 那在这里呢 他在勾画的是斯大林的脑子 而且是他脑子的这个影子 所以就说 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现实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这个 就是说我们要为政治服务 我们要为领导者服务 而且我们要为这个 我们领袖的 他脑子里边的影子服务 所以这个这一层你一搞下来 你就会觉得啊 好像会会心一笑这种幽默 对不对 然后这个视觉上也是 就说像一副经典优化 也是很完美的 那既然讲到这个 大学我打断一下 你watch一下你的时间 不好意思 因为你讲的实在是太精彩了 我都不好意思打搅你 但是我们不是 好的谢谢 大概 那再给我一点点时间好不好 那我们就是回答问题时间 稍微减少一点 好的好的 好的 不好意思 所以我们讲到这个的时候 我最后要讲一下摄影 因为摄影也是一种视觉艺术 所以18世纪的时候 19世纪 18多少年的时候 当摄影出现的时候 这位摄影家就很有意思 他就说摄影刚开始的时候 那些艺术家 那些绘画的人认为 你不能算到我这一类啊 我们绘画是高级的艺术 你的摄影是一种技巧而已 后来他就不干了 他就想像这个艺术家 就说你也接受我吧 这些这个绘画的 他说所以他拍了一张照片 他也是用这个同样的 然后他把它称为第一张底片 叫摄影的起源 因为他就说 嘿我摄影也跟你们的绘画是一样的 我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人类的记忆 我也是要记下这个 只是说他呢也有一点幽默在里头 所以他顾了一个英国的一个演员 然后你明显的看出来 这个时候他已经没有那个 那个古典的那种 古希腊的那种少男少女的形象了 这个明显的已经是 18多少年 那个英国时期的风格了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 所以我现在就是还想讲一点 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艺术家 现在他们会不但说他要表 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他们的声音 他们还要参与到这个社会的改变 社会的运动里面去 可能你们有的看到我朋友圈都会知道这一点 就是说我们这个展览的时候 我挑了一个艺术家 这时候真的是我自己挑出来的 花了些功夫 我挑这个艺术家的时候 大概是8月初我把他的画运过来吧 那前两天我就开始布展 后来他突然打电话来 他告诉我 他说I have a timely news to you 当然这是一个笑话 因为这个实时的也就是刚好是因为是time 他说因为他登上了这个时代周刊 我是很高兴 我感觉自己好像像个小星探一样的 发现了一个 那他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他就是说 他不但是一个艺术家 他不但画出色彩很美好的这个艺术 他还参与这个环境的保护 因为他住在俄亥俄 他是一个英国艺术家 住在俄亥俄 那俄亥俄有很多废弃的矿区 这个水灌进去以后呢 再出来就有很多的这矿物质被溶解在水里 所以水的污染非常严重是有毒的 所以说看着是美的不得了 但是是有毒的 所以他就想着有什么办法 我既能把这种视觉上的美呈现出来 又能把这个环境的污染改善 所以他真的就是去跟这个工程 科学这方面的这些教授们合作 他们就把这个过滤这些水 然后把这个矿物质 把它用不同的办法处理 烧结 最后形成颜料 而且一个比较主要的颜料 就是Iron Oxide 这是他的作品 他这作品有些就是他制的这个颜料 所以就是说 这是一个社会参与的问题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 就是说所以我们会意识到 现在艺术家他们已经不甘心说 我只在家里制造艺术品 他们要就是说 发出很强烈的声音 参与很多的很多的事情 我当时一方面是受他这个 就是说这种对环境的这种参与意识感动 另外一方面我确实也喜欢 我觉得他的这个作品里面 他让我想起谁了 想起那个五六十年代的 就是抽象表现主义里边的一位女艺术家 叫Helen Frank Thiller 他如果在我朋友圈里的朋友会看到 我的朋友圈我用的那个头像 实际上是他的一幅画的一个局部 所以我是蛮喜欢他的 所以你看看 他们都是这个色彩在这儿留他 但是呢 John他是站得住脚的 就是我挑的这个 在我们画囊里展出 actually大家可以等一会儿 可以看到 如果你从我的小头上 你可以看到他的作品 这几部前是他的作品 所以他的就是说 他们之间都有这种色彩的流动感 这种抽象的 但是就是说 John他站得住脚 他不是重复那个Helen Frank Thiller 是因为他的跟这个社会的相连 他自己做出来的颜料 而且当然他表示的图形也是不同的 他更多的是好像让你感受一种地层的结构 这种因为他对矿 对矿这种感受 最后我要说一点 对不起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朋友讲 这个画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也会画 我刚开始看展览的时候 我经常也开这个玩笑 我就说 尤其是那种抽象的方块的 我说拿回家 我找一把尺子 我画 我徒手画画不直 但是我拿尺子 我肯定能画直 我也会画 但是 那为什么 人家说 为什么那幅画画的那么厉害 这个确实我也能画呀 问题是艺术 跟我们日常的生活里面不同的一点 艺术强调的不是产品 所以说你说 那他卖的不是这个产品吗 卖的产品的后边 其实是蕴藏着他的所有的思想 他的创新 不太正 还认知吗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说 福制品是没有价值的 大分村的东西 永远是没有价值的 我前段时间有一个朋友 在微信群里发的一个故事 我觉得挺感人的 也是我们湖南的一个 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他好像在大分村很吃苦的 然后就领那个梵高的话 领到相当有名 记得说梵高的那边就是 荷兰老来定他的东西 他那时候很骄傲 后来那个荷兰的人说说你要是愿意过来的话 你买机票你可以到这边来看看 他很激动 他一直觉得他的作品在荷兰 后来他去了以后 两件事情让他失望 一个就是说 他发现他的作品是在纪念品店里头 在那个梵高博物馆边上的一个纪念品店里面 另外一个是他真的是多年啊 就是说花了自己的机票钱到那以后 他就说我一定要去看真实的梵高的作品 他一走到那以后他第一句话就是说 不像啊不像 人家说他画的是最像梵高 他在大分村是有名的像 但是他真的他很痛苦的承认 他说不像一点都不像 而且这个故事结尾最有意思的时候 他回到家以后 他不顾他们太太和家里的反对 他说我不要再做这个了 我要画我自己的画 所以这就是说 艺术他不是这件作品本身 哪怕你能复制 复制已经没有意义 是他后边的所有的这个创新 和他的历史的时代的所有的这个思想 这些意义都在那里头 正是基于这一点我就觉得 你对一个艺术家很多时候 有时候你只能看到一幅他的画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通过一幅 哪怕是名画来了解一个艺术家 你一定要去看他所有的唱作的过程 尽量的更多的了解 那最后呢我想用一个 就是伊朗的一个有名的电影导演 叫阿巴斯·Kiarostami 他的一个电影的一幅一帧图像来结尾 他的这个电影叫24尊 就是24 frames 这个电影如果我是建议大家去看 他是没有故事的 如果你能看下来真的觉得很美的话 我觉得那你确实是有 就是说就是说欣赏能力真的是比较高了 他没有任何故事 如果你说你能看下来能耐得出这种无聊的话 没有真的是一个故事也没有 他说了一句话 我常常注意到 除非我们把眼前的景象放进一个框子里 否则我们会视而不见 所以我就是想我说我走进艺术 我希望跟大家分享让大家去欣赏艺术 也就是说你找到一个框子 所以在你日常的生活里你有了这个框子 你终于会看见你眼前的事物 你会欣赏眼前的事物的美 你会去欣赏我们理解 去了解思考我们的人生 好的 对不起Varian 我这个超时太多 也谢谢大家 真的是在这 听我这 讲得非常精彩 我本来是好久就想打断你 但是我自己都听得入迷了 所以呢 我就让你破格的讲了超过了一个半小时 那现在 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继续讲将来 就是我们有机会的话 还会请你再讲 因为你讲了分析了很多的一些艺术作品 都是我从来没有听出过 当然我自己也不是特别懂 那我今天我觉得我本身我自己就学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 所以呢我真的不舍得打断你 那但是现在就是一个提问时间 如果大家没有问题 你可以继续讲 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就还是按照往常的那个时间安排 来提问好不好 那我就告诉大家可以用举手的功能 你看这个chat里面大家都陶醉了 因为你讲的吧 真是非常栩栩如生 而且你不光是只是讲作品 你是讲你的心里面的 看作品的时候的动 那个 都能感受到 因为我觉得声乐 他们都不问我就来问一下 就是说 我觉得声乐和 因为我现在在学唱歌 我觉得声乐 就是听觉艺术和那个视觉艺术 其实上有很多相同之处 就是说如果这个艺术能够打动你的心 不管是旋律还是色彩 还是作者表现出来的 画出来的一幅画 能够让你的灵魂苏醒 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因为我们到了这个年龄 我们已经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心都麻木了 因为被生活所迫 还是经历了很多事实的东西 我们不再对艺术的作品 或者是声音也好 视觉也好 我们没有感觉了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非常需要 cultivate 培养自己对艺术的欣赏 因为这会让我们 跟上帝 跟大自然 跟人更加的接近 谢谢你 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用举手功能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 我们可以让讲员再继续讲到 9点钟 还有10点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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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其实老师我刚才看到 不知道是照片还是什么 我就错过了 我很想再 那个讲员再回放一下 谢谢 好的好的 好的 我看看 如果Mini你在我们潇洒群的话呢 今天讲座的一些 screen share的东西 可不可以放到潇洒群里面 我刚刚那个screen shot 了很多精彩的照 精彩的那个截图 但是我没有在你们的潇洒群里面 你们要把我拉去 你可以 你可以 scal我的归信 Mini 我需要share screen 对不起 对对就是那个 哪里未成的那一个 对你等一下 我现在要去找 因为我现在没有 我觉得没有太多时间 我觉得到时候 如果你需要加入我们潇洒 讲座群的话 因为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 更加精彩的节目都在后面 每两周都会有一字 你可以加我的微信 然后呢我们会 所有的东西都会在上面 都会放到群里去的 现在可以看得见对吧 好了那我 加上加你的微信吧 我很喜欢 对你 你加我的微信 对 我倒是想补充一点 就是我刚才看到有一个朋友说 他说他不同意这个 我最后的一句话 就是阿巴斯说的一句话 他就说 我注意到我们很多时候 看不到眼前的东西 直到把它放到框里 我想解释的一点是这样的 其实阿巴斯 他是一个电影导演 他很多时候 尤其是他的那个 24 frames 他其实是很多他拍的照片 你要去看那个电影的话 他的第一个frame 首先呢他是来自于电影的概念 电影就是说每秒钟要做24个 24尊 这样的话你的电影才看得出来是连续的 所以他叫电影的title 电影的名字就叫24尊 所以他怎么来自这里 那我的想法他其实是这样 他就说 他为什么说是放到一个frame里面呢 其实因为他是一个电影导演 他是很爱摄影的 他这里边有好多那个图景 都是他的静态的摄影 然后把它动画 所以他的那个图形特别美 特别安静 所以这个frame 其实就是一个险景的概念 并不是说真的是一个框 所以我想把这个跟大家说明白一下 我为什么要应用这句话呢 我觉得其实就是艺术家 就像在移工给我们一双眼睛 让我们能拿着我们的相机 知道怎么去险景 所以我就说 所以其实这个frame 就是我们的camera的frame 不是说真的是一个框 我不知道是哪位朋友提的这个问题 也不知道这个回答 是不是让你觉得满意 我现在非常另外一点 我想就是说感动的是 你说到要在欣赏艺术作品的时候 要开阔你的思路和你的open-minded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这不光是说欣赏艺术作品 就在人生当中 你都是需要open-minded 然后跨出你自己的以前的僵硬的 或者是有局限的一些思维方式 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来说 我觉得非常appreciate 你今天提到这一点 那么嘉莉 我可不可以提问嘉莉 嘉莉你是第二个 你在吗 嘉莉 好 我 我现在把那个microphone打开了 你已经打开了 你请讲 能看见 我可不可以查理你的idea 我觉得谢谢大学 总结的这个 我觉得这个approach 就是从理工 理工蓝 理工蓝 你来看这个 怎么欣赏艺术 来总结这七条六条 你今天讲了六条 我觉得这个角度非常好 那个它是一种发散型的 但是呢 也能够把很多事情提高到一定的高度 所以我很欣赏这种方式 我的两个问题啊 一个是你提到的所有的艺术家 你刚才看到这些画 基本上除了上阳那个是中国大陆的 其他基本都是西方的画家 比较有代表的 就是你已经二十多年了 尤其是你的先生也是专门搞艺术的 尤其是还在清华的工艺美术毕业的 所以对国内的现代的艺术的一些 主要代表人啦 主要画法啦 流派啦 风格啦 比如说一些主要画廊啦 还有一些主要展览啦 七九八了 这些地方 我挺好奇 就是说你们是怎么梳理的 做没做这些事情 这是一个问题 每个问题只有一两分钟的时间 因为大家下面还有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因为我讲这个 其实我只是说一种方法 我就是告诉大家 就是说 不要因为说我不是艺术专业的 所以觉得这个艺术没有办法欣赏 那我之所以用的这些例子 要不然就是跟我这个展览相关 要不然就是说 我觉得比较容易 如果你现在去读一本书 这个艺术史上很容易 你就接触到的 中国当代艺术非常 也非常有意思 其实我先生是在2004年是撤过一个 那时候中国艺术还没有这么热的时候 他撤过一个巡回展 就是把中国的那些艺术家 在美国有九个地方巡回展出 差不多后来那些成为非常有名的艺术家 基本上都进到那个展览里去了 所以我们也是非常关注中国的艺术圈 我们要是回到中国的话 七九八很多地方是会去看的 但是之所以我说我要把它们弄到这里来 因为我想象的我不想好像变成一个艺术史课 我觉得是一个只是告诉人家 我分享一点点我的这个感受 当然就是说当代艺术嘛 尤其是中国艺术啊 要是完全的梳理的话 相对来说还是有一点点困难 因为他毕竟没有上这个艺术史书 所以对于就是说一般的像我的话 我可能因为我们就是说接受艺术的条件 还是好一点点 但是那要是对于一般观众的话 相对来说会稍微难一点 当然我可以 我其实你要是说看我另外一个PowerPoint里面 我里面大概有一百多张 可以讲很多很多 有中国艺术家有很多 我就是说我并不是在谈艺术 我其实是在谈我们可以欣赏艺术 嗯 OK 谢谢 下一个是Catherine Catherine Catherine 是你的turn 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吗 Cather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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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可以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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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rry OK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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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PPCR认识这个 老七还喜欢双姐姐 Anyway 首先很感谢这个讲座 非常地 outstanding incredible speech I really appreciate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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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一个相机的这个 这个形式来表现 我觉得makes sense 我想挑衅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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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脑洞 真的 感谢 大家对我真的是很宽容 我们只请非常优秀杰出的奖言 YES 我想挑衅的是Villiam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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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丢到一个comfortable room, 就把自己放在一个框子里面, 不管这个框子是什么, 它是一个框子里面之后呢, 它会往往把这个钥匙丢掉, 待在那个框子里面, 它不出来的, 人生就很奇怪的, 所以我们就是要走出自己的comfort zone, 我天天跟我女儿上课, 就是go out of your comfort zone, challenge yourself, do something you are not comfortable with, then you'll grow, 这个就是我在家里天天跟她讲的名言, I have a 16-year-old daughter too, this is what I told her too, thank you, 我们下次可以讲座关于怎么样子培养孩子, 走出他们的comfort zone, 下一个是Suan, 谢谢你Cathleen, 下一个是Suan, 谢谢, Suan,你可以打开你的麦克风吗? Suan, 对,Suan, Suan, 我有两个特别 quick question, 第一个就是说, 田念人就是非专业的, 您觉得欣赏艺术从何开始? 是从开画展啊, 就是多看开始, 还是学一些了解一些艺术史, 然后呢, 比如说甚至第三种方法, 就可以从学画画动动手啊, 这第二个quick question, 就很想了解一下, 就是说您这个画画的plan, 我认为就是你第一个问题的话, 我说完全是看你的可能性, 如果你有时间, 你三方面同时动手是更好的, 如果你有兴趣画画, 那你画的时候, 你对这个, 而且画画本身, 我是被朋友拖去画过一次画, 我突然觉得很好玩, 刚才有个朋友讲, 他就是说很多人在一个comfort zone, 我其实同意的, 我那时候跟我老公都在, 我先生都在上大学的时候, 在德州上大学, 他会说他有时候去给, 开一些什么画画班, 因为作为学生要赚点钱, 他会问我去, 你要不要去啊, 我说不要去, 我要, 我觉得其实我走向艺术是在后来, 我们就是说, 安家的过程, 在养孩子啊, 生存里边, 我觉得我受到很多的挑战, 这时候我觉得我需要去寻找艺术, 而且这个就是很对的, 小双你的问题, 我的想法是, 这也是我一直在想的, 我想呢, 就是说, 一个自己你有时间, 你去画画, 觉得是没错的, 但是呢, 不要拘泥于, 我知道方老师是不是在这里, 不要骂我, 就是说, 我们的老师师傅都在这里, 不要拘泥于, 我一定要画的特别准确, 因为我们, 像我五十来岁的人, 你要我去画的像那个大师一样, 那我这辈子也画不了了, 所以我想呢, 就是说在画的过程中间, 你应该想一想, 你想表达的什么, 如果说, 你能把你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我觉得就足够好了, 不要再, 不要就, 一味的去追求, 我要达到一个艺术, 就是计较高峰, 那我觉得看博物馆是一个, 就是你是要看的, 然后呢, 艺术史的书也是要看看, 其实我是有两本书, 我是要推荐给朋友们, 如果有机会的, 一本就是贡布李希的艺术故事, 还有一本就是当代艺术史, 这两本书如果大家看一看, 一定会有一些了解, 另外就是说, 去旅行, 而且有可能的话, 就是去那种, 就是, 我本来, 原来我觉得要是没有新冠出现, 我就会说, 我就会跟一帮女朋友, 到处去旅行, 去看展览, 而且我特别爱看的展览是特展, 因为特展的话, 就是说, 假设比方说, 拉费尔, 拉费尔今年是几百年了, 所以应该是, 如果没有新冠, 是一个很大的, 到处都会有大型的特展, 那我一定想过去看, 为什么呢, 它会把全世界人租, 借到这些画, 都会放在一起, 你平常是没有机会看到这么多的,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这也是我的一个想法, 就是说, 我们办这个画廊, 我说如果有可能, 如果能得到大家的资助, 我很想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艺术旅游, 就是说, 我们比方说, 我查到有好几个展览, 在一定的时期, 对这一段时期的艺术, 会有一个好的了解, 我们可以组织一个tour, 可以去这种, 我们也可以就是说, 如果我觉得我不够解释, 不够那个的话, 我们可以找到艺术史的, 就是严格的意义上的, 艺术史的专家, 来讲, 来解这些, 所以, 我是双重的, 就是观看, 学习, 如果你还愿意动手, 我是很懒, 我是只要用笔的, 我是不太动, 但是说, 贴一贴, 弄一弄, 拍张照片, 我还做, 所以我觉得创作也是可以做的, 你就说, 你没有任何负担, 我清华的有个朋友, 他现在天天在家里, 画得很可爱的, 谢谢, 谢谢, 那个谢谢你, 谢谢你那个小霜吧, 那个下一个是金波, 对, 下一个金波, 你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能时间也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大家还有很多问题, 可以after九点钟以后也可以, 那我很快的问一下, 那我很快的问一下, 我今天下午也在大学的画廊里面, 听他讲每一幅画的故事, 所以我觉得他对每一幅作品在讲的时候都非常的用心, 就是他对后面的历史啊, 故事就是非常的了解, 他的讲的方式也是很打动人心, 所以我想问大学这个问题, 就是你遇到这些作品是怎么样遇到的, 是很偶然的遇到吗, 还是说你是在上一个系统的艺术课, 慢慢慢慢按照年代和就类型这样逐步的去看到, 因为你这个跨度非常大, 我其实呢, 我的个性就是特别散漫, 然后呢, 我是乱蹦的, 真的就是我老公经常觉得我, 我先生觉得我很头痛, 就是说他有时候跟我说什么, 我就不能安静地听他, 我一会蹦到这儿, 所以说我对意识的了解的就是说, 首先是观看, 对吧, 我看到了什么以后, 我会回来做一些作业, 这是肯定的, 如果说我要去看这个展览的话, 我一般会去看, 我偶尔的情况下, 我可能看过一个展览两次, 我说我先看一次, 我回来想一想, 我会再去看一次, 但是大部分的时候呢, 我是, 我觉得我没有负担满, 所以我不是说很严格的, 但是我确实现在呢, 我偶尔会去, 方便的时候会去听一些艺术史的课, 也不是说, 比方说我有一下我会说, 我去听一个就是完全是在美国的抽象表现主义, 其实实话告诉你, 我这个人呢, 因为我不是很严谨, 我听了我也不会记得所有东西, 但是我觉得我的感性里边有些东西装着呢, 我也不知道是自欺欺人, 我特别喜欢那个爱因斯坦说的一句话, 说教育是什么, 你把所有东西都忘掉以后的生下来, 所以我特别喜欢这一句话, 因为我记不住太多东西, 非常精彩的回答, 谢谢金波的问题, 那我们那个今天的时间就到了, 非常非常感谢大学今天给我们分享你的艺术之路, 因为从一个理工进入现代艺术领域, 我觉得是非常amazing的一个experience, 然后我也跟大家推荐, 因为我也已经去过他的画廊, 然后看了大学选的那些画, 给我也讲了很多那些艺术家的一些背景, 和那个画的一些意义, 我都非常感动, 我也是在学习, 所以如果大家将来路过University Street, 他的画廊就在Apple Store的边上, 非常精致的门框, 里面非常漂亮, 很有 taste, well decorated and beautiful, 所以都是一个非常soothing的experience, 我以前去那个Santa Cruz, Camel, 我经常去画廊, 因为我觉得那种小的Boutique画廊真的好美哦, 就是在那站在画前看不懂都觉得很美, 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所以我想大家如果去他的画廊, 一定会有同样的感觉, 就是心灵得到平静, 然后会有一种喜悦, 然后欣赏不同的艺术家的思想, 和他们这些思想的来源, 所以我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 但是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这个潇洒星期五的沙龙讲座, 这个讲座主办单位再跟大家说一下, 是夏阳老师音乐艺术网络中心, 如果大家对音乐声乐有需要的话, 可以对我联系, 那就祝大家晚安, 我们下周在同样的时间再见, 感谢大家收看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您觉得我们的节目对您的生活有所帮助, 请订阅我的YouTube频道, the highest and the best compliment you can give after watching this seminar, is to subscribe my channel, thank you, have a nice evening, God bless you. 优优独播剧场 Zither Harp 优独播剧场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